最近有跟客戶聊天 其實對自己的人壽或危機都挺有要求的 但他偏偏不和我買了住院 我問他為什麼? 原來他的答案很簡單 有什麼時候就住政府 都是一百八十元而已 又簡單又便宜 但大家又知道 其實這不是我客戶的一些誤解 也可能是港大市民的共通誤解 他們都覺得住政府醫院一百八十元 什麼都包了 又什麼都不用錢 原來其實有些藥物或手術 其實不包在政府醫院的藥物名冊裏面 也就是需要自費 簡單例如通波仔 一些導管、導線、支架都需要自費 例如一些金屬支架 大約五萬元左右 一些漂亮的支架 一些有藥性的支架 大約七萬元左右 大家都看到一個不小的數目 你找一個支架就可能很便宜 但可能兩三個的時候 就一個不簡單的數字 為什麼一個這樣的病 病得這麼辛苦 不會選擇 有得選擇 為什麼不選擇病得舒服一點呢? 一個很簡單的住院 就已經處理到問題了 如果大家對住院或醫療方面 有什麼需要問我 隨時打電話給我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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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